第一任行政长官的时候已经放了风声出来是会做的 他很奇怪地在他的宣誓仪式里面已经提及了这件事 及后去到第一份施政报告的时候 他就提出了十项具体措施 都是一些增加房屋的一些做法来的 所谓的8万5其实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了5万的公营房屋和3万5的私营房屋 好了 及后发生什么事呢 他可能真的不太好运 我也是这么说 他宣布完这个措施之后 就发生了大家都认知的亚洲金融风暴 当时一些国际炒家大外 包括比如索罗斯 就去到追击港元 股市 也都令到利率扯高了 你知道当时97年的时候 楼价已经很高 正正因为这样 董建华才有所谓8万5的政策来压抑楼价炒风 希望可以平衡到楼市 当然他的做法其实不是很成功的 推出了8万5之后 其实楼价都是在高位陪回的 但当时社会其实不是很大的声音去批评他 如果大家看回当时的社论或者舆论呢 普遍是觉得这个做法方向上都是对的 不过未必很有效 包括担心他的执行力 以至担心楼市的拉力这么高是否有办法抑制下来呢 那这个是当时的事实 那为什么后来会有8万5不存在呢 就是刚刚我所说的就是被人追击 楼市爆破 股市爆破 然后一系列的问题 那出现很多负资产了 那几年间我们香港有大约是 差不多折扬了70%的楼价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社会危机 也都引起很多民怨 那市民有民怨 有意见一定是的 但是我们的政府呢 自己心胆虚胁 当时即时呢 就杀停了整个计划 并且呢 董建华先生呢 在被记者问到呢 喂 8万5那件事怎样啊 你还起什么楼啊 他就跟大家说呢 8万5经验不存在了 大家都记得有经典例子 好了 那这个是背景 所以其实8万5呢 从头到尾在推出的时候 其实很早期呢 根本不是好像梁振英所说的 是很多人反对 反过来呢 是市民质疑呢 可不可以压抑到楼价为主的 那当然爆破之后呢 楼市爆破 股市爆破之后 有什么发生呢 第二点 政府因为楼市爆破 那就即时就转招了 由压抑楼市 变成落重药托市 提出所谓宣九招嘛 喂 梁振英自己不记得的吗 什么是宣九招 我举几个例子 取消拍卖土地 暂停勾地一年 两铁呢 当时还是两铁呢 所有房屋 房屋项目的投标呢 不准做 暂停 未来的供应房屋呢 即时转做 由需求主导 简单说 有需要我私起啦 那样 那当然那个量是减少了 即时结束了居屋计划 出售公屋计划 停止 停建甲屋 这些全部都是停止房屋供应的措施来的 是政府自己做出来 因为当时的私了楼市 他要托市做出来的嘛 如果当时 他说得对啊 梁振英今天 当时他们不是做错决定 没有做到这个样东西 在供应房屋部分 更加是需要呢 轻结供应房屋 你停止卖地呢 有个客观效果就是呢 做地都停止的 我没有需要那么多地 我都不需要卖 政府怎么会继续做地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及候 土地供应这么不足的主要原因 那这个部分我有个质疑就是 第一 当然你说楼市跌得这么厉害 我有些托市的措施 我未必觉得好错 但是我们今天房屋问题 见到最严重呢 其实两样东西 是一个私人楼市过高 但是这个过高的原因 不是因为供应量不足嘛 我们未来十年的建屋量 在头五年已经做了七成了 私人楼 私楼是没有问题的供应量 现在我们私楼价高 是热钱炒高的嘛 但是我们更严重的部分是什么呢 供应火不足 包括 居屋没有了夹屋 居居停建了很久 现在才卖一点点 供屋大落后嘛 那这个正正是孙九昭的后果 我觉得这个是很离谱 梁振英 所以麦大眼说大话 就将这件事 政府自己决策失误呢 就赖了 因为当时有反对派议员 有反对声音 所以我们停了 我觉得如果当时 如果按逻辑 私楼的市场不行 就是更多普罗市民需要去公屋 其实公屋不用停的 不用减的 你不就继续做地 你不卖地的地 不要用来建工程房屋 继续建居屋 不用停建夹屋 隔壮市民安居落业 今天就没有恶果 对的啊 他 不过他没有做的 那最后第三点呢 我就想回应他个人的 我觉得梁振英 就不知何时 变了赖振英 那他性赖也不要紧 其实如果他要赖 更加应该 是不是赖索罗斯呢 那当然这是讲笑 我觉得 归根究底 真的要归咎 就是董建华 当时 做了一个软弱的决定 面对着一个 他处理不了的问题 他即时由 压抑流市 平衡流市 变成疯狂地托市 出了孙九招 那如果要赖的话 是不是更加要赖 当时协助董建华 处理房屋事务的主要负责人呢 咦 就是梁振英 你自己来的 我觉得他今次的讲法是很差的 就是将大量的事实 撇除 不提 跟着就 试图误导公众 为自己做错的决策 就在那儿涂脂抹粉 风干大壮 跟着又出书 去到尾尾而谈 我觉得真的 一个大笑话 跟着回应一下林郑月娥 林郑月娥 今天见到我们有讲友 陶吟生 就问他关于 土地的问题 其中提及到一点就是 这个空置税 就提到空置税 都没什么力度的 都是整式整水的 这个说法 其实都不是错的 因为空置税民主党 也好 公民党也好 大家见到我们有份去提出 我们两者其实分歧不大 空置税必须要力度够大 才可以压抑到地产商的一手楼空置的情况 但是现在政府放出来的风声 包括第一 税率可能会很低 第二 用差响的模式来征收等等 我觉得令到地产商很容易避过了有关的安排 那所以呢 似乎呢 陶吟生和郭榮鏗 其实两者的分歧不是很大的 大家都觉得效益不大精精 那郭榮鏗就要追问了 那我就不知为何林郑 那么上心 可能那个投资抹粉 刺中她的要害了 她一而再再而三 讲了几次 那我的建议很简单 我都没有兴趣和林郑在那儿 就是大家斗嘴灑嘴皮了 倒不如她实实在在回应 我们就住空置税方面 除了一手楼的空置税 她会不会考虑二手楼 好似我们民主党的建议 针对非港人和非港人持有的公司 所拥有的住宅物业 进行空置税 和今次的一手楼的空置税 一起推出 那另外一个就是 批管地产商在销售楼宇的时候 那个资讯的流通 和避免找人托市 然后扯高第一口价 就用那个作为楼市指标的 这些不风光的手法 我希望在那儿去做功夫 OK OK 谢谢 切故事